主 地佛祷告 現在主 我們要感謝祢 主在這個 主復活的日子 主我們可以來到祢面前 來讚揚祢 主來親近 主幫得這時候 主祢聖靈降下 與我們同在 一同來敬拜 主這時候幫得 祢來接近我們的口 接近我們的心 主也是我們 可以坦難無懼 幫祢寶座前 主幫得這時候 祢聖靈的恩高向下 主翻轉我們的心 讓我們眼目朝你 定睛在祢身上 主還願祢的靈在我們中間 做感動 改變的工作 主要祢祢祢在祢裡面 可以 重新得力 主願今天早上的敬拜 讚美 主都歸於你 主要特別要把今天的講台 來攻擊陽光在祢面前 主啊 求祢自己的恩典 高摩我們牧師的口 主讓祂的口中所出來的 主啊 都是祢自己的恩典 主啊 祢要透過話語 主 讓我們知道祢對我們的愛 主啊 慢慢的祝福 主啊 這時候我們真是願意 敞開我們的心 我們的雙手來擁抱 主抓住祢自己的祝福 主啊 在我們得到祢祝福的時候 主真是讓我們預備好 主讓我們成為虛心的人 主稱為溫柔的人 也稱為哀動的人 主我們也可以來連續的人 也稱為欣欣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 也可以願為義受逼迫的人 主幫助我們 主讓我們像女童子一樣 在迎接新郎的時候 主要我們預備好 主願祢讓我們的心 主成為可耕種的土地 主祢自己的聖靈 主真的在我們的心裡 主能夠得出聖靈的過程 願祢來祝福今天 我們在祢面前 各樣的敬拜祖士 我們的禱告奉耶穌基督聖靈 Amen 好 我們一起來 都市服信心 我們來一起請 我信上帝 全能復 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承运 如同圣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丘比拉多所下受难 在命死之下 受死埋葬 正在阴间 第三天从十人中的祖国 圣天坐在全人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伯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和宫的教会 我信圣徒相同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我们来读今天的圣经 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节 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节 我们用情的方式 我读单数节 请弟兄姊妹 五双数节 马太福音五章第一节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 就上了山 既坐下门徒 就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爱同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六节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 亲戚和福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保足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能连续 亲戚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第四节目一起来 为你受地图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愿神特别的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下面我们要请牧师来讲到 他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 有福气的人的系列 温柔的人有福了 我们恭请牧师 我们恭请牧师 不论不必不恭请 我当然也看不到我自己的 大家平安 你要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吗 要 作为一个有福气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 都能够享受这样的结果吗 每一个人 一定吗 不一定 享受这一种 能够享受有福气的人生 需不需要有一些条件 需不需要 一定 你要进去看一部电影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去 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进去 对吗 但是你手上没有票 你就不能进去 它有条件 它有条件 你可以门府 你可以过一个非常门恩的人生 你可以 但是 你一定要具备有一些条件 那耶稣说 那耶稣说 耶稣说 你可以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 他说了几句话 第一 第一 我在这里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他说 你可以进入上帝的国 享受上帝国的福气 你可以 那上帝国在哪里 在你的心里 所以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的心要先到位 是吗 耶稣说 你要别人对你好 你要先怎么样 对别人 你要先对别人 这是有条件的 这是有条件的 上帝的爱没有条件 但是你在享受这个 你想要的门府的人生 你自己本身要有一些气质 属灵的气质 对吗 你要嫁到一个好的丈夫 是啊 我希望我嫁到一个丈夫 然后丈夫就会很爱我 是的 他可能一年两年可以爱你 没有条件爱你 二十年三十年 他还可以 你每天都躺在床上 什么事情都不做 他会继续爱你吗 原本娶你的时候 哇 那么年轻 那么 但是到后来 你样子都变了 他现在你的条件都消失了 他还会继续爱你吗 不一定 忍一忍 不一定 至少你要让他很好 对吗 对 你要等他善恶善爱你所爱的人 是吗 因为这种人与人之间是互动的 是互动的 所以耶稣在这里说 你可以进入上帝国 但是请基督上帝的国就在你的心里 要如何让你的心变成一个非常温馨的地方 非常仁慈的地方 充满上帝旨意的地方 上帝国可以从你的心里找到 上帝国还可以在哪里找到 所以人彼此相爱的地方 是吗 所以上帝国在你们当中 在你们当中 希望 朋友们 你可以在永福教会的八楼 找到你的上帝国 因为每一次来的时候 在这里有人欢迎你 在这里有人可以陪伴你 不只人家陪伴你 希望你也能够成为别人的陪伴跟安慰 这个就是一个上帝国 要说阿们吗 阿们 第二 耶稣说 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 承认 承认自己有需要的人 承认自己的整个有缺陷的人 承认自己有许多地方的不足 我承认我的不足 请你来帮助我 你认为一个非常 处处都很好 很强势的人 比较容易得到别人的疼爱 还是一个常常在里面 啊 对啊 哪里是一样 我们听不懂 很好是怎么样的意思 我们听不懂 对我们都听不懂 亲爱的朋友们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请你常常显很诚恳的 很诚恳的显入出 你有需要 很诚恳的 让我知道你的需要在哪里 然后你很有心想要去弥补那个缺陷 很有心想要去 满足那个缺陷 那个不足的地方 然后我知道 我也知道你 我也看见你的诚恳的心 然后我想在带导当中 在彼此相爱当中 在这个爱的大疆病当中 我们就会 不断的 不断的 在你 承认自己需要 有需要的地方 很多人就会 因着爱 因着我们是一家人 你的需要就被帮补了 就被补出了 所以承认 承认我有需要 重不重要 重要 先告诉你 很重要 然后有一个问题是 平常我用很多时间去照顾别人 去服务别人 但是一旦我生命了 对不起我不让你们知道 我把自己说起来 你们觉得这样好不好 我好 我很健康的时候 我很漂亮的时候 我愿意走出来 跟人亲近 但有一天我软弱的时候 我真的就必须躲着 不让你们知道 而且又特别的交代 讯息不可以出去喔 讯息不可以支付出去喔 这样才好不好 我想 神要承认 要承认 要承认 我是软弱的 我需要你的爱 我需要你的关心 当我强壮的时候 我愿意起来帮补扶持别人 当我软弱的时候 我就要祷告呼求 恳求上帝 吹吹我的祷告 也恳求兄弟姐妹们 现在为我祷告 然后再适时 适当 用适当的方式 来陪伴我走过那一段 这样的人生 你觉得好不好 这非常彼此彼此 one and other 所以承认需要很重要 耶稣说 还有另外一种人 是有福气的 人能够把生命当中的忧伤 转化成为力量 我们说化悲痛为力量的人 这样的人格特质的人 具有这一种人格特质的人 你有福了 因为你必定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享受生命的良好 基督徒有一种坚忍的态度 转化转化 不是本身我有多么强大的力量 不是 是主啊 我愿意 我现在处在困境当中 我的生活被苦难包围 我现在无论我的家庭 我的婚姻 我的身体 我遇到了瘫痫 上帝啊 恳求你帮助 赐给我信心 赐给我勇气 然后我坚守我该做的 做完我该做的 其他的 恳求上帝帮补 然后在你的信心 勇气 你永不放弃的坚持之下 你做了你该做的部分 圣灵会帮补另外一个部分 对吗 在人不能 在上帝凡事多人 所以我们承认自己整个有限性 但是我们应用信心去连结 那个无限的上帝 好 今天主耶稣就给了我们另外一句话 什么样呢 是一个有福气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来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 再一次好吗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 什么样 今天要说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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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接着温柔好吗 好 请我们这些男士的朋友 你喜欢温柔的女性吗 喜欢 我给你说每一个大夫人 每一个大夫人 都很幸福 他身边的人是温柔的 请问这些女士朋友们 你们希望你们的先生 是温柔的吗 要温柔 现在也要温柔也要体贴 男士期待女士的是温柔就可以了 女士期待男士的温柔要体贴 真的有事情 女士在对话的时候 你觉得跟你对话的那一个人 他的态度很温柔 你觉得怎么样 很舒服 很舒服 你不会恐慌 你不会焦虑 温柔的态度很容易让一个人 不管你的心境怎么样 他们都帮助你沉淀下来 是吗 有安全感 能够好好的诉说理性所要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 什么是地图 温柔的人就可以得到许多的房地产吗 是不是 不然的话他这一句话 温柔的人有福了 他们要承受地图 什么是地图 地图 是什么意思 OK 这里跟房地产没有关系 这里跟有看得见的产业没有关系 温柔的人有福了 他们必承受我 心田这一块土地 他们能够得到我的心田 我对你温柔 我能不能得到你的心 能不能 我对你温柔 我能够赢得你的心 对吗 那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块 什么 心田 所以哪一个人 他的生命的本质是温柔的 他能够到处得到许多人 对他心里的爱慕 是吗 所以他能够到处得到别人的心田 他赢得了众人 要赢得众人 他的生命有一个特质 这个特质今天说的是什么 温柔 OK 那你们可以同意耶稣的话吗 你们对耶稣的话可以说阿们吗 OK 我们再来看现在一本怎么翻 预备 来 千和的人不共有福啊 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 这里 温柔的人 现在一本翻译成千和 千和的人 千和你怎么解释 缺虚又柔和 缺虚又柔和的人 温柔有没有隐含之缺虚 不懂 任何一个人在我们面前讲话很柔和 表示他的态度不是高高在上 是吗 表示他的态度不是很强硬 对吗 所以他基本上是千和的 千和柔和的 OK 耶稣说这样的人有福了 他们要得到上帝所应许的 上帝所应许的产业 所以这样的人 在地上你用千和的态度 对待你的人 对待人的人 上帝要从天上 事下应许给他 他要承受上帝 从上帝来的应许产业 OK 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一点是 谦卑和 温柔跟谦卑是一体的两面 温柔跟谦卑 刚刚我们说 这里有两段的经书 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 哥林多祸书十章第一节 一备 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 是谦卑的 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向你们是勇敢的 如今我亲自借着基督的坤头 得挺劝你们 OK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凡是在学习耶稣基督的把样 刚刚有一首歌我觉得在神学上有问题 请你们思考一下 耶稣是宇宙的中心是吗 我告诉你 这样的歌以后可能要筛选过 因为你把这样的歌放到佛教徒去 他们不接受 你把这样的歌放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他们不接受 你把这个诗歌放到鬼教徒当中 他们直接不接受 对吗 所以他不是宇宙的中心 宇宙的中心是谁 上帝 你把耶路撒冷的上帝 把这个招呼主放到犹太人当中 他们就是遵这位招呼上帝 回教徒 一样 然后你在我们民间宗教 你说这里有一位神 我告诉你 他是伟大的 他是创造宇宙的 他们也都能够接受 我在庙宇布道的时候 在庙宇布道的时候 在庙宇布道的时候 在庙宇布道五天 他们庙宇布道五天都拿茶水 在那里 因为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 他们各种神明都拜 他们到处在找那 最伟大的神 对吗 所以我们要介绍给的这一位 耶路撒上帝 那耶稣我们今天能够成为 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 借着谁 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宗宝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 把我们从外面救回来 然后教主上帝 你看 所以有很多时候 诗歌是要破裂的 我常常在讲说 有时候到那个山上去 休闲的时候 你一点点会掉 有时候在烈火柱上 会看到那个 耶稣是宇宙的创造者 有没有看到这个 那都没有问题 很辛苦爬到那么高 结果贴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耶稣 我们看耶稣的反向 耶稣 温柔 温柔 温柔的性格 很容易带来 整理人之间的 关系是什么样 和平的 温柔的人 他在表达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是谦卑的 温柔的人 他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谦卑 但是他的生命力很坚定 勇敢 他是用温柔的方式 在展现生命的坚定性 所以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但是他表达的方式 不是强害 耶稣 生命的特质 所以我们称为基督徒 请用大家一起真的用心 来学习耶稣的榜样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尤其所书第四章 12节目 预备 来 你们要 温柔 忍耐 以爱心 对不起 对不起 看看 好 来 几备 来 你们要 千训温柔 忍耐 以爱心 互相 欢容 以和平 彼此 联系 尽力 保持圣灵 所适 合一的心 那在这里 你们要 千训温柔 你看 千训跟温柔 是放在一起的 千训温柔 忍耐 一个温柔的人 他能够 常常 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之下 还能够保持 温柔的态度 对待人 这一人 本身他的生命体质 有没有忍耐的 在里面 有 他能够节制自己 他有一个 很清楚的目的要完成 但是 为了打准那个 他要控制自己 他要节制自己 他要约束自己 OK 不能够让自己的情绪脾气 随便跑出来作弄 所以忍耐的心很重要 以爱心互相宽容 和平的 那个温柔的人 以和平彼此联系 以爱心的互相欢容 是互相 以和平彼此 彼此的意思 互相的意思是 你这样对我 我这样对你 所以上帝的家 人家是用这样一个 信仰的态度 展现出来的 皆地保持圣灵 所示 合一的心 所以圣灵 示给人的是什么样的心 合一的 圣灵给了上帝 创造成的生命是 差异性很大 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 有没有差异 有 你看到一个很 很有潜力的男士 你想要嫁给他 你找到一个 非常有潜力的女子 你要娶到他 我告诉你 你心里要有一个 非常基本的认识 无论他有多么英俊 或者多么有潜力 你一旦跟他住在一起之后 你们之间有许多的差异性 你要有这个 我们两个再好 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一定要有这个先见 不然你会很痛苦 任何再好的两个人 请问父母 母女之间 父子之间有没有差异 有啊 差异很大 所以不能够 因着血清 因着期待 把对方的差异 给打下来 不能的 爱是要帮助你 爱是要帮助你 发挥你的本质 发挥你的本性 但是爱也有一种 为了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好 更和谐 更充满爱 然后我可以调整我自己 因为很多时候 这个我常常不小心 就会刺伤别人 会刺伤别人 所以我要退下 另外一个是 退几步 贬得让我所爱的人来过上线 所以这是一种 爱是一种彼此的帮助 所以温柔的人 等于谦卑融合的人 帮我 奇怪 帮我一下 这里 有问题 OK 那在这里 在这里 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 温柔不是软弱 你不要以为 手是好欺负的 你不要以为 温顺的人 容易 虽然可以把它吞搭 我会想 那是对人的不敬 OK 温柔 我们鼓励人 用温柔的方式 在展现他的生命体质 但是在这里有一点 温柔不是软弱 它可能是一种非常刚强的意志力 我们常常要 我们说人与人之间 很多时候不要意气用事 不要处处以人相争 很多时候 退步海过天空 退步事情 更能够让事情圆满 这里 一个观念是 后退 那个 退 不一定是向后退 有时候 退就是进 有时候 退 你知道 搞不好 更快让事情 能够得到圆满 所以 温柔 不一定是软弱的 退让 不一定是 真的是 落后的 很多时候你退了 你反而跑得更快 在我的生命里头 有一些影响我的力量 现在你看的这两种 是对我非常 对我生命任何 形塑我生命非常重要的 两个意念 我是在荣村长大的孩子 我说了好几次 我们家外面那个庭院 几年之后 我就要重新铺一次那个 柏油 每一次 我在成长的过程 每一次看到 我的父亲把那个头掛钉 用柏油铺上去之后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之后 你可以看到一个景观 有一些小草 有一些小草 就把那个柏油给怎么样 撑开了 我告诉你 那一幕对小时候的我 那个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我跑过去 把那个小草 稍微一折 它就断了 稍微一折 它就断了 那个软弱的小草 它竟然可以一页 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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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么厚的柏油给撑开 你能够想像这个吗 因为突破的时候 总是只有一页出来 而再几天 它会看 你会看到第二页 你会看到第三页 所以那个真的撑开了 就是刚开始隐藏在地底下 那几页 竟然能够把那么厚的柏油给撑开 水泥地也一样 各位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 真的非常重要 它告诉了我 虽然生活环境很困难 但是只要你充满信心 充满爱心 然后你往前一直走 所以 当我从美国回来 那个胡赵尹牧师 我叫我老师 就在英文部 靖仔来靖仔来 你坐我靖仔来 请你写一下你的名字 我叫我靖仔山西 然后他就说了一大篇的故事 我说 靖仔来你一世人 你的名字改靠 我说什么名字 你怎么看得出来 我说通灵的事 你一生就像 你一生就像 一部面子的车 开在那个泥沼 十楼地上 满是十楼满是泥沼 当然是 你就是那一部面子的车 开门 我说 我怎么想起来 三人来 三人去 把我生命的来时度 因为他完全不认识我的背景 那 我的意思是 这一面 形塑了我的生命体制 有一天我在温哥华 我把家里的一个毯子 拿到外面去晒 晒了之后 晚上我没有说回来 我在外面 在体验那一个毯子 在外面盖了几天 有一天早上 有一天早上 我就叫我的三个孩子过来 孩子过来 爸爸知道 让你们看螢幕景象 我就把那个毯子给拿下来 拿掉之后 那些草原本都被压得泡泡的 对吗 拿掉一分钟之内 你会看到许多的小草 然后就这样一直上 那不到几分钟 所有被压垮的 我们都树立起来 各位这个能够 对你说一些什么 气泡吗 很多时候 人生有许多的压力压在你的身上 人生有许多的苦闷 临到你的身上 请你撑住 我常常说的一句话 流着眼泪 怎么样 带着微笑 带着微笑 吹着口哨 你吹着口哨就不能唱歌了 所以有时候你唱着歌 有时候你吹着口哨 流着眼泪 是的 生活很苦 问题很苦闷 在那一段真的很难过 所以流着眼泪 带着微笑 唱着歌 或者吹着口哨 勇敢的向前走 继续向前走 撑过了之后 台湾会过 地震也会过 然后你的生活还可以好好的 一次又一次 就是你在苦难当中 你走过来了 你的生命是被锤炼的 你的人格是在多种环境之下 被塑造而成的 所以你的生命力 是非常具有未来性的 所以请不要太过于保护你的孩子 让他们有更多更多的 磨练的机会 那温柔也像水一样 它很弱 但是我们常常说 水虽然能走 但是怎么样 能够克战 小时候我很喜欢 因为我家里有驴子 有人在垫着头 还是有人在垫着头 撿那个扁扁的石头 水漂 每一次都大概是出去度假几天 常常开车 总会在不便就停下来休息 背着还小的孩子在那里玩这个水漂 水很弱 但是你再当硬的 钢板 铁 一丢进水里 湿着它会溅起一些水花 但是 一个礼拜过去 三个列过去 那个钢板 它是秀坏 在这里看到 温柔 不是肉 不是软弱 而是温柔本身有一种力量 有一种力量 它可以穿透 它可以腐蚀 它最后还可以走过自己非常特别的 OK 在这里 温柔的人有了 他们要承受地图 在这里我采用 我们把英文练一遍好吗 OK 来 那 这个温柔我采用 Robert Shuler 我昨天查了一下 因为Robert Shuler 他影响我很多 他从神学毕业之后 当了牧师 他竟然开着车子 然后到野外去 然后在野外讲道 然后借着他的讲道 许多开车主的人 每个礼拜固定就去听他讲道 后来这一群人越去越多越去越多 后来他建造了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一个教会 叫做Crystal 水晶教会 然后但是他在2015年他过世了 昨天查了一下 我惊讶他已经过世了 然后采用他对这个字他的解释 我很欣赏他的字的创作力 Mek M-E-E-K 他说了几个字 M 他说Mighty 强而有力的 E 第一个E是Egible 是可教导的 可被修缠的 愿意成长学习的 第二个E Emotionally Stable 情绪稳定的 然后K-Kind的 所以这个Mek 他用几个概念来说明 是有能力的 是可教导的 愿意成长的 是情绪稳定的 是仁慈的 可以帮我一下 下一页 谢谢 那他说 用这个字来说明耶稣的 温柔的人 有福了 这个信息 And Mighty 他要说明的是 有能力的人 真的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他们能够 因为他们本身有能力 他们能够处理自己的问题 能够用自己的能力 去完成自己的目标 人生的使命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好了 能够随心所欲 完成自己的所欲定的目标 假如你的孩子能够这样做父母的高兴吗 很可安慰 因为他的来时度 你们已经去培养他 或者他自我要求 自我培育 他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 他在你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他能够乘风波浪 他能够有一波一波 他一直往前走 他除了他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完成自己的目标跟使命之外 他又用这个能力 不是来欺压别人 不是欺压别人 而是他能够帮助别人 保护别人 用这样的能力 来实现自己 又能够去服务别人 帮助别人 这样的人好不好 哎呀太好了 我喜欢mint ok 啊 第二个 啊 MEEK 第一个E Editable 耶稣说 有能力 又愿意 学习 愿意 被骄傲 愿意 被调整 愿意不断追求 生命的丰富跟成长的人 用福了 你可以想想看 一个有能力的人 又不断的自我充实 这样的人 整个整个日子怎么样 太好 太棒 ok 他还能够静听 有能力的人 又能够静听 有能力的人 又能够谦卑 热情 学习成长 太好 所以 Editable 耶和福音15章 在那里谈到 为了要让果树能够成长 结始累累 那个农场的主人 常常会拿着农具 把那个不必要的枝结 通通把它给修剪了 修剪很痛 但是修剪的目的就是要让它 结始更多 结始更好 生命更有价值感 那这个 有能力的Mighty person 他又能够 Be Educable 能够成为一个 不断学习成长的人 耶稣说 这样的人格特质 太好 你们是一个有福的人 第二个意 MEEK的第二个意 Emotionally stable 情绪稳定做不重要 假如家里有一个人 他的情绪不稳定 他的情绪常常受 每一天的什么事情影响 一个人的心情 他在家里走路的脚步声 你可以听出他的心情现在怎么样吗 家里的走路声 你可以听到现在这一个人 在走路的这一个人心情怎么样 你可以听得出来吗 在上班的时候 在上班的时候 你可以从别的眼睛面貌 看出他今天的心情吗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情绪稳定 对于一个工作的团体 情绪稳定 对于家居生活 那个情绪稳定太重要了 我们生命 我刚刚跟这些朋友说 我们的人生真的很苦 很短苦 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夜的心 来完成我们生命的领程 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把我们有限的精神 体力去看别人的眼目 就看别人的眼神 那很痛苦的 但是我们自己也不要 常常搬着一个脸上别人 来看我们的颜色或是 大家 因为情绪不稳定的人 他常常会用他的情绪去勒索别人 用他的情绪去控制环境 那让跟他一起生活的人 就常常受他影响 所以人生的角度不是看目标 而是常常在调劲 量这一个人 量我身边的人 他是今天的情绪好度 那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时间 就被牵 常常都被拉到旁边去 情绪稳定 我们自己情绪稳定了 我们能够每天把我们的目标 所做的一切 都为了完成我们的生命的受托 也能够帮助别人完成他的受托 大家不要看 不必看我的脸色 不必看我喜欢什么 你们真的就在共同的目标之下 大家一起来完成 一起来完成使命 我想这是我们生的一个共约 情绪稳定 所以一个有福气的人 一定要培养自己的人格是稳定的 最后 M.E.K.K.K. Kind 真实的 他说 假如一个人有能力 但是他没有真实的心 有能力 很有能力 但是他没有真实的心 你觉得这有能力的变成怎么样 变得很可怕 很专制 很独断 有能力 有能力 你如果有能力 太有能力 天后你是一个 没有能力的人 我告诉你 你会活得很苦 因为他常常用他的能力 他的脚步 用他的速度 来看你 来分量你 你会过得很痛苦 所以一个有能力的人 谢谢 他还是要对 他还是心里要有真实的心 来对待身边 比他更软弱的 那这样 他不是 他能有仁慈的心 他又 他不会苛责别人 他还会帮助别人 等待别人 所以有能力的人 还是需要仁慈 高知识的人 假如缺乏仁慈呢 很骄傲 常常看不起别人 最近 昨天有一个新闻 说在中国青岛有一个 长期第一名的 长期第一名的 这一次被第二名的考试 追过去 第一名的变成第二名 结果这个第一名的 受不了这个打击 竟然拿刀吧 杀人不利 杀人不利 知识很好 能力很强 但是 假如没有仁慈性 假如不懂的什么是温柔体贴 我告诉你 常常会出事的 是早晚会出事的 所以音苏说 蛇是有福气的 很重要 温柔的人格 然后 一个情绪 情绪很稳定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好像都没有事情一样 情绪很稳定的人 假如没有仁慈的心 他会变成怎么样 解释心情 那是很可怕 对吗 但一点慈悲都没有 他可能一个政策 杀害了几百万人 他还是 没有什么 情绪很稳定 但是他缺乏了仁慈的心 那在这里 下一页好不好 主耶稣在这里 他在提醒我们 你要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 大家一起来吧 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样一个 竞争复杂 变化多端的一个世代 你 我 我们一起来跟随耶稣的脚步 走向这一条门口的道路 那这一条门口的道路 请记住 我们基督徒要培养自己 生命的特质 有一个特质 今天分享给大家的 是什么 温柔 那这个温柔本身 有许多的内法 希望没有这样的 也就是说 只要你的生命体质里面 有这样的温柔的特质 你会得到众能的心甜 你会得到众能的敬爱 那我们最后一页好吗 那 现在你们说 千世的人 千和的人 他们要得到上帝所示的产业 上帝所示的产业 最好的产业是什么 到那一天 天父上帝对你说 好啊 你是又好又尽忠的仆人 好啊 我要把天上的产业给你 我要把永生给你 我要迎接你 欢迎你 进到上帝的活路 与神同主 这是非常好的对吗 天上的 永恒的 第二 这个应许是 温柔的人 他要得到众能的心 他在人间活着的里程 他能够与人相处 他能够很和睦 人与人 过着和睦相处 彼此敬爱的生活 天上的跟人间的都有啦 这样的有没有奉陷 很奉陷的产生 让我们一起来 好不好 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谢谢你 在耶稣基督里 给我们这样的礼物 爱 是礼物 在爱里能够 赢得众能的敬爱 是一种礼物 那都不是金钱可以买得到的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把一个永恒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之道 交导给我们 让我们不只听 不只领受 让我们也应议 跟随你的脚踪行 活出一个 让神喜欢 也让人静爱的生活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礼物 天生 爱你的小孩 我要如何向你表白 你是我永远的宝贝 我的喜悦从你而来 每当我有你入怀 我要给你全部的爱 无关别人如何看待 只愿意败这就是爱 天幕的爱是最精彩 要人意败此次下来 天幕的爱永不离开 只愿意败此人都明白了 天幕的爱细在尽在 要人意败此次下来 天幕的爱永不离开 只愿意败此人都明白了 天幕的爱永不离开 天幕的爱永不离开 天幕的爱情